所以最後的話就是把這個清除 然後再執行 當然你這過程當中假如說遇到錯誤 比如說你可能打錯 少打一個像常常少打這個 它也會出現這個錯誤 如果你看到紅色的字 你可能就檢查一下 那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怎麼檢查 你就拿雲端的程式貼在下面比較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哪邊錯了 其實除錯誤 因為如果你們經驗值不夠的話 有時候真的就拿對的來比對一下 比較快 不然的話就真的叫你慢慢看 有人同意亂改一直改 改到最後的話真的是會抓狂 因為根本改不了 那其實對的一次就對了 你千萬不要亂試 真的有時候我覺得反而浪費時間 你找個對的東西放旁邊比對一下就OK了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將來你程式要寫得很順暢的話 盡量找一些範本 是已經OK的範本 放在旁邊比較 或者說你拿那個範本來改 有時候反而比較快 而且比較不用浪費太多力氣 OK 這是我的心得 因為說真的寫程式也沒那麼困難 但是就是不要寫錯 你要想一個辦法 不要讓程式寫錯 這樣的話其實寫起來就滿快的 OK 接下來的話當然我們執行完 就有兩個SUB 所以我是把這個程式放在這個模組裡面 所以請各位慢慢習慣一下 模組 然後模組裡面有兩個SUB 一個SUB兩個SUB 然後最後的話 當然你就要把它變成按鈕 所以這個SUB做完之後 你就在旁邊再增加兩個按鈕就OK了 這個名稱叫 當然我習慣叫一樣的名稱 這個的話是對應清楚 對應到這個 那這旁邊的按鈕你可以重做 像上個星期一樣 插入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然後重新 還記得吧 拖拉碼 OK 它會問你哪一個聚期 那實際上哪一個聚期就是哪一個SUB 所以你雖然名稱不一樣 但實際上在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跟他講 那就是這個手機公式 然後我就指定給他 他就可以WALK了 如果假設你不想重做 你要按右鍵也可以 右鍵這邊有指定聚期 有沒有 然後就重新跟他講 這個是這個 然後我就執行他 他就可以WALK 這個清除因為有兩個 所以你會發現因為有兩個 他就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清除是 是Module 1的嗎 還是Module 2的 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在VBA裡面 他這邊就出現Module 1 裡面有個清除 Module 2裡面有個清除 那因為名稱一樣 所以會造成什麼 他會不確定說哪一個 所以名稱一樣 那如果你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乾脆這個叫清除2好了 反正你給他一個名稱不一樣 那你再來指到這邊 按右鍵 重新指定的時候 他這邊就不會 Module 1、Module 2 他就直接變成一個清除 一個清除2了 有沒有 那這樣就可以區隔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什麼有Module 1、Module 2 或者是一樣的名稱的時候 那表示說呢 你那個有重複名稱出現 OK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清除掉 這樣就可以握個了 那這跟錄製聚集 其實結果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差別 可是這個是自己寫的 那錄製聚集的話 是記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那一次有幫你寫的 那你說哪個好 反正可以握個就OK啦 反正你問題解決了 但是問題 錄製聚集他只是說 笨笨的幫你記錄 但以後如果要有彈性的時候 那錄製聚集就是一個問題 他沒辦法轉彎 如果你要修改 或者你要跑回圈的話 還是需要怎麼樣 自己來寫 OK 所以這兩者怎麼樣搭配 可能未來你還是值得思考 你不會寫的沒關係可以錄的 錄完之後再來修改 其實也OK 好 那最後的話還有一個 一個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我希望再多增加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名稱的話叫手機 就是不是輸出公式喔 差別在哪裡 這看起來這邊 游標如果你把它放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裡面放的 實際上是一串公式 而不是你眼睛看的 最終的那個手機號碼 有沒有 所以我常常講 你表面上看的跟實際上 不見得是一樣的東西 那要怎麼知道 它裡面到底放什麼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游標放上去 看資料編輯列 所顯示出來的東西 那就是有點像一個原始資料 RAWDATA OK 但是如果說 老師我希望改 我希望改 把VBA改一下 就是把它改成 不要是輸出一串公式 而是真的輸出 我們要的0911 然後1-080 1-007的話 那這要怎麼改 其實我跟各位講一下 那待會我先把這個清除掉 我們重新再寫 Visual Basic 那要寫那段程式很簡單 直接拿手機公式來複製比較快 複製 Sub到Endersub貼到底下 然後名稱叫做手機公式 OK 那實際上如果你要改的話 其實你把那個 Fall回圈先不要執行好了 我先 如果我們一樣 就是像之前一樣這樣推好了 就是這個Fall回圈 我假設先不加 首先的話貼過來 之後的話改一下那個 我把它改回來了 一樣輸出到12 然後剛剛最早我們是 輸出是 如果是輸出公式是兩個雙以後 可是喔 如果假設我今天想要輸出什麼 輸出一個資料到這邊的話 它這個比較像是 就是我們在Excel裡面輸入公式 那樣 比如說你這邊輸入09 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公式的結果 放到這邊來 那如果輸入09 你會發現9 因為它0開頭 會自動把0去掉 所以你後面呢 空一格再End 那End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什麼東西串在後面 把這個儲存格 的資料呢 串在這邊 然後串完之後呢 再輸出給它 那它怎麼寫喔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Sale 有沒有 把這個複式過來 然後把這邊改成F 其實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因為我不要偷懶 直接拿這邊 複式的話你可以 Ctrl鍵按住拖拉 它就過來了 你把它改就可以了 把字放大一下 這樣好像有點小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4號次 好 類似像這樣 好 那如果你再加一個09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串過來 然後再輸出的話 就變成911 然後再輸出的話 你說老師 為什麼它都是數字 0不見了 因為它都是數字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想到它0不見的話 很簡單 End你再加一個- 減號 不過跟Excel的公式最大不一樣 就是End前後一定要空白 有沒有 那公式不用空白 這邊一定要空白 規則有點不太一樣 有看到嗎 那輸出的話 就是因為有減號 減號它不是數字 所以你執行它 你會發現它會多一個減號 然後面你想說 那同樣的道理 那我如果還要再加什麼 加84 可是84的話要3 那3碼 那3碼之前我們是 用什麼 用那個TEST的函數 那跟各位講 Excel的函數名稱 跟VBA的函數名稱不一樣 雖然兩邊有些名稱一樣 但有些不一樣 比如說像那個TEST這個函數 在VBA裡面也有類似的函數 只是說它的名稱 它換了 它叫Format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在這邊把G2串過來的話 那其實一樣 一樣 一樣加一個AND 控義格 然後把這個東西 我的習慣是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G 那只是說執行的話 變成兩碼 因為它84 少一碼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在外面 類似像那個TEST函數 只是說VBA裡面的函數叫Format 所以你可能把它改一下 叫Format 前刮弧 有沒有 然後呢 我要把84這個資料放進來之後 豆點 要變成三碼 所以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然後再一個後刮弧 因為Format這個函數 它基本上的話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幫我把84 變成三碼 所以你看到的結果應該會得到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 只是把TEST改成類似Format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084 那後面的話 如果007的話 它到底一樣 就是再控一格AND 然後控一格一個-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再把那個007 007的話 這邊少一個AND AND 串接 然後這邊把它複製過來改H 然後 執行的話一定只有7 所以要變成三碼的話 一樣 在這個前後 前面再加Format 有沒有 然後前刮弧 然後豆點 把這個7 幫我格式化成三碼 一樣是000 然後刮弧一下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程式都寫完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就輸出一個結果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公式吧 其實跟之前的那個 在Excel裡面的公式其實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呢 把TEST改成Format OK 這第一個 那可是問題啦 你說老師 可是底下還沒有 現在只有輸出一個嘛 那如果要輸出全部的話 那道理其實是跟剛剛蠻類似的 就是怎麼樣呢 跑個回圈嘛 那回圈範圍是多少呢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第101列 Enter兩下 然後打一個Next 所以以後啦 假設你要寫 先寫一個 然後再寫全部 然後把這個 移到它的中間 然後按Tab鍵 收排一下 然後呢 記得 改什麼呢 應該可以 大概可以 知道改哪些地方吧 第一個一定是改這個 把2改成I 然後後面不改的話 執行 有了 全部 後面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上面是公式 是一個文字 可是你會發現喔 後面這些東西 Sales後面 刮符 所帶的這個2 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不需要像剛剛一樣 有沒有 直接改成I就可以了 那這邊也改成I就可以了 這個也改成I就可以了 好 總共有幾個 總共I 總共有四個有沒有 那因為呢 這四個I的位置 都是放數字的地方 所以呢 直接把它改成I就可以 OK 我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吧 因為Sales括弧裡面是放數字的 因為上面這個地方是前後有雙引號 所以它這個是放文字的 文字跟數字不一樣喔 這個概念要有 好 那寫完喔 寫完之後的話把它執行 應該就OK了啦 執行看看 有了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它輸出的結果 就跟公式最大不一樣是 你游標如果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它所顯示的就不會是公式了 那如果我最後再增加一個按鈕 一般習慣是喔 我們可以再插入一個按鈕啦 不過有時候我擔心說做出來按鈕喔 它大小會不太一樣 像之前就有同學說 老師你這個 如果再做一個手機的按鈕的話 它做出來好像不太一樣大小耶 那如果要調成一樣大小 變成你要這樣調 然後你還要這樣調 而且要看很久才能 因為有些同學比較敏感 就會一直覺得說老師不太一樣大耶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直接拿這個上面的按鈕按右鍵複製 然後直接在這個底下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拿來改 就會一模一樣大就對了 按右鍵指定一下 然後它是手機 然後把名稱複製 其實不用複製直接改 把後面的那個底線公式拿掉 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話 總共我們其實就是自己寫三個按鈕的Sub程式 那最後的結果我是希望看到喔 按下這個喔 可以看到是一堆公式 所以你點裡面都是公式 然後按一下清除的話呢 它就把裡面的資料清掉 這個手機就剛剛寫的 就是把09然後串這一個 再減然後再串這一個把它格式化成三 再串這個格式化成三 最後串的結果串完這三個 加09的結果就放在這邊來 然後並且跑個回圈讓它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結果了 沒有這個就是最後的這個沒有公式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最大的差異 上面的公式 那下面的話就是一個串接什麼儲存格的位置 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做輸出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最後 今天應該主要就是把這個 給做出來 試試看喔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程式嘛 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有啦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在那個雲端 我看這應該是在 手機在這邊 應該在第14頁吧 那只是說 因為這個範圍我是從4到103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我們好像把上面兩列給刪掉了 所以範圍不一樣 這個可能自己再改一下啦 其他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試試看喔